可能老夫子玩家怎么都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的绝活英雄会席捐整个王者侠补 起因是一位天才博主科研出了最新的滚蛋流老夫子 原理就是老夫子在受到普攻的时候就能转换为法球流并把伤害转移给对方 哪怕是满血的守约也只需一个法球就能将其顺秒 离谱的伤害让离谱他妈都不忍之事 由于老夫子的二技能带有反弹伤害 只要受到伤害时就能把吃到的伤害转换为法术伤害 并且法强越高那么伤害就会越高 而名文方面则是常规的法强名文 重点是在出装方面 一个帽子加上巫术法杖 剩下的四件装备则全出大书 这样就能把自己的法强提升到最大化 因为回弹的效果需要二技能配合巫术法杖才能做到 所以将法强拉满后那么伤害也随之会变得非常高 并且这套打法一间问世就得到了一众玩家的一支好评 认为这套出装只要再加个小名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除了坦克以外的脆皮基本上都可以一个法球顺秒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法球留老夫子的压迫吧 给大家看个好玩的 可以看出老夫子在回城的时候吃到了黄中的一个苦工 从而导致老夫子触发了反弹效果直接一击将黄中毕灭 然而这还没完 在小名的加持下即便对面满血也丝毫不慌 只需一个苦工就能把自己送回泉水泡澡 你敢A一下我酸米牛好吗 你还真敢 虽然如此但依旧有很多玩家都不敢相信老夫子能打出这种操作 直到亲身体验后才发现并非浪得虚名 更是有网友表示早期的老夫子还能反弹泉水的伤害你感性 要是放到现在简直就是不敢想的存在 但想要反弹水晶的伤害还是不行 只能把伤害都反挥到英雄身上 那么对此兄弟们又是怎么看的呢